大隱隱於市 好東西通常在你不留意的地方 中環的蟹面上搬在南桂坊 這個位置就進駐了另一間小店 龍蝦寶寶 餐廳的主理人 就是私房菜界非常有名的Chef Eddie 這次破格開設親民小店 完全是他的夢想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自己做開Find Dining 私房菜界非常有名的Chef Eddie 來吃飯有時都要千多二千元 有時三四千元吃一頓飯 所以我就想 將一些貴的材料做到大眾化 給多些人可以分享到我的廚藝 最重要是 其實這間餐廳裏面 所有的食材都是我自己喜歡吃的 好像豬腸粉 吉仔水 辣沙 全部都是我平時在家裡吃的東西 龍蝦蝦子腸粉 是店裏的招牌菜 Eddie將加拿大龍蝦熬成汁 配以幼身而且紮實的腸粉 拿到原先只有米香的腸粉 更加有沉切感 而且還可以任放蝦子 簡直是超滿足 雖然是親民小店 但餐廳同樣可以吃到Eddie的 鵝油慢煮三文魚 三文魚以攝氏58度的鵝油浸20分鐘 肉質軟滑 油脂甘香 還有那隻醉蛋 酒香和甜味配搭得剛剛好 至於餐廳名的由來 Eddie竟然爆自己的秘密 為何這裡叫龍蝦寶寶 因為我以前的女朋友叫寶寶 我答應了她有機會開餐廳 一定用她的名字 所以叫龍蝦寶寶 不過真的不知道她是否在開玩笑 來到西洋菜北街 最近多了一間日本料理店 賣的絕非普通壽司 而是講求對大廚信任的Omakase 老闆輝哥做日本料理三十多年 曾經在建城和銀座長廚 日子久了就想試試實力 開一間屬於自己的餐廳 一個Omakase的套餐 有煮物、燒物、羊物、刺身 和壽司拼盤等九道菜 時令刺身全部由日本 每日新鮮直送 客人只要講出預算和喜好 畢哥就會為他們選出最好的 用了十足食材新鮮 以Omakase來說真是密超所值